盘点古人留下的七大穿越文物 第一名新式器手机 当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绝对会以为自己演化 这不就是现在的国产手机吗 但从博物馆下方的介绍来看 这可是距今5000年前新式器时期的石头铲子 第二名三星堆方向盘 乍一看这不就是现在汽车所使用的方向盘吗 它外表四圆形中间有一个凸起的圆 摆在博物馆中莫名有一种很现代化的威和感 1986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中挖岛 后来在文物专家的研究下发现 这可是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青铜太阳轮 古蜀人对太阳神有着神秘的崇拜 所以设计了这款太阳轮来祭祀试试 第三名唐代的背带裤 这幅唐朝时期壁画中小孩穿的裤子 不就是我们现代人穿的背带裤吗 没想到大唐时期的人也是这样的时尚 真不知道现代人穿的背带裤 是否抄袭我大唐时期的穿衣风格 第四名北烟时期的鸭形玻璃主 这件文物出土于北烟缝束缚目中 当时他在关底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被发现 乍一看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婴儿奶嘴壶吗 后来经过文物专家鉴定 这是当年从罗马帝国传过来的玻璃制品 也难怪当时他被墓主人选来作为陪葬品 可见他生前是多么的真爱 第五件战国冰箱 这个看起来十分诡异的青铜器叫做青铜兵件 上世纪刚出土时考古队误以为这是一件精美的装饰品 可在打开上面的青铜盖后 发现里面的设计别有洞天 中间一个镂空的容器像是装什么东西的 后来经过文物专家多方研究发现 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冰箱 古人喜欢喝酒 那时的王公贵族在夏天一起畅饮时 就把酒放在中间的容器里 外面放上冰水 这样一来喝的酒口感更加纯正而甘甜 真没想到几千年的老祖宗都会制造冰箱了 如果小编我也有这样的聪明材质 在五八同城上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第六个南宋时期的水晶帝 这件精英剔透纯白无瑕水晶制作的水晶帝 你能想到它是八百多年前出土于南宋仪师大夫的古墓之中吗 乍一看这好像一无分分钟都可以制造出的东西 但经过文物专家鉴定后发现 它完全是由一块上等的水晶打磨而成 就连旁边的尼龙绳都是八百年前的 真不知道老祖宗是如何做到的 第七件西汉的游标卡尺 这件青铜卡尺据专家分析是由西汉的王莽生前所造 它和现代工业革命后诞生的游标卡尺十分的相似 但王莽比它设计的早了上千年历史 真不知道当年王莽的脑洞是多么的超级